川普的这个任期剩下十个星期 但是他恐怕会对中国大陆施压到最后一刻 我们就来看到最新消息传来说 美国将在珍珠港兴建巨大的潜舰维修基地 是怕被谁偷袭吗 我们知道二战是日本神风特攻队前来偷袭珍珠港 而现在呢 我们看到了美国极具权威的新条旗报就指出 美军的此举一切都是冲着中国大陆解放军而来 美国在珍珠港二战的惨痛教训怎么能忘得了 如今75年过去了美国战略的假想敌换成了解放军 部署珍珠岛也出现重大转变 外媒传出为了抗中美军全面启动珍珠港再造计划 建造军事维修工厂还有潜艇汉物等 这可是二战后首建 那他现在在珍珠港大修那个船屋 是让署珍珠港军舰就可以在珍珠港做维修 这样子马上进入战场的时间就更快了 那提高对中国打击战力 阻止中国对美国东岸进攻 第一岛电第二岛电第三岛最重要的战略位置 他如果守得住的话 中国是无法突破美国航线的 75年来也从没见过美军 20到40亿美元这么大手笔的军事费用 要建设珍珠港基地 此举相当不寻常 关键就是解放军近期动作平平 原来珍珠港的大新土木全为了他 这是共军最新巨浪三型飞弹 射程达一万公里 海花可涵盖美国本土 这让美军根本看不下去 说什么也要全面戒备真口气 如果他潜在海里 在美军5号发现他的状况下 他冒出来就突然打了一个弹道飞弹出去的话 打击巨弹战弹的飞弹的话 这是可以直接攻击美国本土的 美军的潜舰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原因 就是要打击中国大陆解放军 094 096核动力潜舰 就是战略潜舰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面对美国极限施压 显然解放军也不是省油的灯 在主场优势上针对第一岛链再出招 16日连发航行警告 17日南海纪录军事演习 大秀075型两栖攻击舰 显然这军演阵对抢着美军的双航母打击群 解放军先是强势秀出这段影片 画面上就是东风26弹道飞弹 导弹的弹头细节清晰可见 这波军演或许成了夺岛演习的前奏 由于8月共军曾经扬言夺取东沙道 我军也公告12月要进行火炮对海的实弹射击 现在是已经把风眼雷达配备的舰一的地对空的防空飞弹 已经部署在东沙了 那也就是先确保制空权 那从制空权来抓到制海权 保障东沙的防卫安全 显然在后川普时代倒数70天日内 美中互斗战火更加猛烈 这力道延烧到台湾恐怕很难避免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导